先喝一口茶 體育T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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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訂閱 下面紅色的按鈕 不用斷了 麻煩你 又是體育T1T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東京奧運會延期 以及這個多人多現在的情況 以及一些歐洲方面的體育賽事的情況 先說今次的延期 去到明年的7月23日到8月8日 其實所有奧運會都是這樣的 開幕典禮一定是星期五的 然後大概16日之後 就在星期日完成 8月8日剛好就是星期日 7月23日剛好就是星期五 其實延期到7月的時候 已經有人估計 7月23日就會開幕典禮 說到8月8日這個閉幕典禮 剛好也是2008年 北京奧運會開幕典禮的時間 所以一個是開幕典禮 一個是閉幕典禮 說到今次的東京奧運會延期 其實引起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當然就是財政的損失問題 估計現在要多了27億美元的錢出來 就要用的 用在哪裏呢 包括場館、場地 因為有很多是臨時場地 以及一些地方要租告會議中心 作為國際廣播中心 或者臨時的比賽場地等等 第二就是人力支出問題 原本有很多人上班 就回到2020年8月就算了 之後慢慢就收拾 但這次不行了 就要延長多一年的時間 這些人要出人工 還有就是酒店籠民接待 原本的酒店已經訂好了 現在你說一年後才再訂 那你就要有部份要賠錢 有部份要延期 那些時間又要改變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贊助商 原本和他們簽好合約 現在因為你的比賽日期改變了 可能有些贊助商就退出 那些贊助商可能根據合約要你賠錢 這些都是一些費用 當然站在東京奧運會方面 希望IoC 即是國際奧運會方面 可以分擔一部份的錢 但在說27億的成本 真的不少 所以奧運會可能都盡量推裝 但為了完成今次的2020年 而在2021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 大家都要想辦法怎樣解決 這個商討過程中 我相信都有一段時間 講到奧運會 其實在歷來 以前大部份都是虧錢的 最記得就是1976年 滿地可奧運會 Montreau 奧運會其實虧錢虧得很金 那次的虧錢虧到 要20年後才能夠清好數目 最記得 當時去到滿地可玩的時候 他們說 我們的煙仔 比其他奧運會更貴 為甚麼呢 就因為還要賠償奧運會的錢 所以煙仔稅就特別貴 好了 大家都為了奧運會的籌謀 直到84年 這個洛杉基奧運會有突破 當時他們 就用商人去想辦法 去做奧運會 所以洛杉基奧運會 很多場地都用舊的場地 然後這個商人想辦法 怎樣去籌謀 把奧運會怎樣運作 結果那屆奧運會 舉行得相當成功 並且有錢賺 自從這次之後 後來的奧運會 大家都請很多商人 加入這個籌委會 希望商人給一些意見 到時奧運會有商業 或者有財政問題 這些商人都可以拜多些贊助商 或者將自己名下的公司 幫忙來這個奧運會 做贊助 解決這個問題 好像日本最近舉行一次 冬季奧運會 在長野舉行 那次奧運會 當時找了全世界的首富 日本的名字 叫做提二明 這個人 幫忙做籌委會 結果當然 那次安然度過 也帶領了很多不同的商家 進來幫忙 令到奧運會很順利 這樣舉行 今次的東京奧運會 其實也一樣 找了很多商家幫忙 其中一個高橋 他就是通訊設備 那類型的大老闆 他大先幫忙 然後請了很多其他商家 幫忙來搞這次奧運會 如果到時 譬如說 有很多事情 如果法國不妥 那些商家 都自己面子的問題 當然要幫忙 找一些贊助商 找一些人來幫忙 就是搞好這次奧運會 講到奧運會 其實 真的 2008年的奧運會 表面上我們看 和行家看到 都知道 2008年的奧運會 就是洗錢洗得最多 但 因為 他將那些數 就撥了下去 譬如說很簡單 開幕典禮 有很多軍人參與 有很多人參與 那些數字 就不計 那麼 倫敦奧運會 看到這個 北京奧運會 花這麼多錢的時候 所以他就省著洗 所以 在這個閉幕典禮 我們看到 這個倫敦奧運會 做這個表演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簡單 一個意念式的做法 那麼 比起這個 北京奧運會 就不一樣 北京奧運會 可以說真的非常豪華 還有 中國是用了很多人力物 都扔了下去 但那些數字 可能不計 提到這個 北京奧運會 其實 2000年奧運 北京曾經申辦過一次 當時 輸了給Sydney 那麼 在他申辦的時候 其實 我在現場 在蒙地卡羅 看著他揭衷 當時 每一個記者會 我都會去的 那時候 中國就提出一件事 如果在我們中國舉辦 我們去中國 就已經人力物力差不多了 還有還有一件事 所有東西都便宜 他舉個例子 如果你買一件紀念版T恤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買 一件紀念版T恤 或者製作成本 要10元 美金 而我們在中國大陸 只需要10元人民幣 這就是我們在中國 舉辦奧運會 最大好處 當然 2000年奧運會 就輸了給Sydney 2008年 就去到中國了 所以 中國就以這個 所謂 便宜 低成本 來說 同時 亦都因為 這次奧運會 中國很多的設備 都進去奧運會 幫忙 其中一個就是華為 當時華為 在很多通訊設備 有參與 因為當時我們做廣播經理 就在場地看他的設備 看到華為 當時我又不太熟 看到英文華為 為何這個名字 這麼怪 原來後來就知道 就是中國非常大的通訊商 就是華為 幫忙做奧運會 其實這個方法 亦都等於當年 六四年東京奧運會 就是日本的很多產品 亦都透過奧運會 來將它擴大 又將它增強 然後 令到日本的產品 打入國際市場 講到這個 東京奧運會 今次看樓就虧錢 而歐洲方面 其實亦都出現很多虧錢的情況 因為很多體育活動 就停止了 例如 比利時的甲草足球聯賽 決定今季停了 但其他 例如英超 西甲 德甲 爾甲 還未宣佈 還想想辦法 在疫情 停止之後 馬上開始比賽 因為問題在於 和廣播商還有合約 如果現在停了 那份廣播合約 就不能夠完成 廣播商和版權商 有權 追回來 所以他們想辦法 希望 盡量 搞好 讓廣播商 不用追 其他 廣播商 其實很多 都在追 聯賽的錢 或者不給 例如 香港 大家都見過 Beansport BEIN 擁有很多 不同地方的版權 現在 發格方面 開始拖授 說 我們現在不給錢 因為發格 不能打 你一定要完成 發合約 才會付錢 這就是情況 另外 國際體育頻道 其實有很多 最熟悉的 譬如 ESPN 美國和全世界 他們都計算過 因為疫情的問題 他們收視跌了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這是很傷的情況 動漫 他們一路翻炒節目 將舊節目 一路拿出來 當然 你看舊節目 很多人不會看 所以出現很多 就是清談的節目 找些看了名人 來聊天 然後 將節目拖場 研究以前 有很多 很表面的節目 現在做得很深入 當然 對一些很喜歡 體育節目的人 可能有機會 就是看一些 比較深入的節目 但是 可能有些人 只喜歡看比賽 就對這些 這樣的節目 就沒有興趣 所以 收視方面 就會跌得這麼重要 正一 叫 有人歡喜 有人仇 不只是 一些負面消息 也有些正面消息 例如 剛剛簽了一份 最新的合約 就是跟沙地亞 拉帕方面 簽了一份 就是價值 每一年 就是4000萬美金 到4500萬美金的合約 一共有10年 這間公司 就是一間 石油生產公司 叫AMCO 基本上是國營的 他們希望 將這個產品 推入國際 更厲害 他們簽約的時候 沒有說 一定 讓沙地 舉行 F1的比賽 這不是必要條件 但是 當然 根據 2021年的時間表 他們說 沙地阿拉伯 應該很大機會 成為F1的其中一站 如果 這個AMCO 經過十多月的談判之後 終於成為F1的 其中一個主要贊助商 對F1的發展 亦有好處 F1的其中一個主要贊助商 包括 派拉利 輪胎 努力士 手錶 等等 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贊助商 老闆說 F1 在我剛剛做記者的時候 即83年 那一年 就是Nelson P.K 巴西的車手 就是贏總冠軍 當時 我沒有記錯 只有15站比賽 2020年 即是今年 原本的時間表 是22場比賽 現在沒有辦法了 唯有一路拖後 看看拖後 如何 講到賽車方面 其實Donna 亦是另一個 就是電單車方面的版權商 他也知道 很多車隊 現在開始沒有錢 所以他也拿了幾百萬歐羅出來 就是給不同的車隊 起碼有錢 出糧 讓車隊工作人員 先維持 希望 疫情一過的時候 可以馬上進行比賽 到時候才還錢 給他 這段期間 其實很多人 就打電話問我 喂 阿萊 你最近在多人都的情況 怎樣 有沒有得吃 有沒有茶飲 我告訴你 放心 我仍然有奶茶 有蛋撻吃 當然 不是說 就像以前一樣 坐下吃 是去到店裡 買外賣 買回來 然後就有蛋撻 說到外賣方面 其實 現在 加拿大政府 規定了 有44個行業 必須要開門做生意 當然 包括超級市場 藥店 汽車維修 因為你知 加拿大人 沒有汽車是倒楣的 如果汽車維修 如果你不開檔 他有車有事 那怎麼辦 所以汽車維修 有 油站 銀行 等等 都要繼續服務 當然 餐飲熱 不能夠 在餐廳裡吃飯 他早就說明 要外賣 好像星期五日 我下午覺得 滿滿的 不如我們叫外賣 打電話叫外賣 叫了十幾件雞 炸雞說挺好吃的 炸雞真的不錯 30多元 你知道 又要計稅 又要付服務費等等 賣尾 大概50多元 如果計算 現在5.5算 大概300元左右 三個人 吃得挺豐富的 除了外賣之外 我有個朋友 做麵包店 他說做麵包店 現在工作時間 沒有以前那麼長 以前他做到 人家下班之後 例如六七點才下班 現在三點半就關門了 因為都沒有麵包買 因為現在 每個人都在家吃飯 很多時候 你知道西人 都是麵包為主 所以買很多麵包回去 他說 買麵包 大家都很守規矩 他們都在麵包店裏 做好隔離 大家要有1.5米 2米的距離 還有一些洗手液 給不同的客戶使用 希望大家保持清潔 還有大家有信心 去店裡做買東西吃 除了這個食物之外 銀行一定要開 因為很多人還要銀行 拿支票等等 我知道多人多方面 那些銀行點 就是 如果你上班的話 基本上 每日有50至100元 加餘的獎益 如果你計算一下 如果有100元 回到20天 那就多了2000元 2000元 即是大半份量 那就不錯 除了此之外 還有一件事 還在你年假裡 加回5天 希望你們 能夠為市民 服務 令市場 繼續操作 多人多的市民來說 大家都很安心 雖然說 店舖已經關閉了 但酒店 賣酒的地方 照樣開 所以很多人 都有空去買酒 喝酒 在家裡 享受 唯一不好處 就是電視節目 比較少 無論如何 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我們盡快 有體育節目看 盡快和大家見面 好 為甚麼 沒有 沒有 這個 商量 開啟 很嘆 我們 我們 工夫 我們 不是 個人 大 不